我们注意到有关表态 中方始终认为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保护主义没有前途 开放合作才是正当 中国和欧盟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平均每分钟贸易往来近150万美元 中欧双向投资的存量已经超过2500亿美元 双方企业还在继续加码投资对方市场 中欧半列累计开行突破9万列 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欧贸易黄金通道 可以说中欧之间已经形成供应链 产业链价值链相互交融 深度互欠的格局 中方将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致力于为各国企业提供开放 包容透明的营商环境 希望欧方恪守坚持自由贸易 反对保护主义的承诺 同中方共同维护中欧经贸合作大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